千呼万唤使出来 天才基本法终于上映了 在开播之前 这部剧可是带着千万期待 可是播出后却出现了两集分化 主要原因是舒粉觉得电视剧改动过大 首播六集看下来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剧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的出色演技 属实让我眼前一亮 这是一部设定为平行世界的电视剧 现实世界被称之为草莓世界 而平行世界被称为知识世界 林昭生是一位天才数学家 可是女儿出生之后 她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甘愿在学校里当一名会计 电视剧首先出场的就是女主林昭熙 融洽的氛围 欢快的节奏 让大家很容易入戏 林昭熙是一名普通的女生 父亲虽然是数学天才 但她却学了哲学 在现实世界里她是普通的女生 追不到初恋男神 也无法改变父亲老年痴呆的现实 父亲因为被人打中头部 昏迷入院 慌忙回来找钱的林昭熙 看到了一张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照片 这是一张数学奥鼠训练营的合照 而她正好出现在了照片上 正在此时 即将小明花卷来找林昭熙 也正好看到这张照片 即将是参加过这期训练营的 而印象中并没有林昭熙啊 这时候林昭熙说这是老林自己屁上的 满足自己的心愿 可是另一个奇特的点就是 老林的形象长发飘飘像一个浪子 小时候 林昭熙对女儿的期望很大 在墙上写下了两个方程式 她对女儿说 这上面是你正在学的 而下面正是我在研究的问题 看到这张照片 林昭熙感觉很气愤 她认为老林对自己很失望 疯了似的跑去将那两个方程式涂抹掉 突然林昭熙和即将来到了平行世界 回到了小时后 林昭熙依然叫林昭熙 可是在这个世界却成了孤儿 即将本来就是一个孤儿 也就是小花卷 回到了福利院 可是林昭熙为何成了孤儿 花卷也说福利院里也没有林昭熙啊 林昭熙找到了自己的档案 她拼了命回家去找老爸 可是却发现老爸虽然也叫林昭熙 但是并不认识她 眼前的林昭熙一头长发 与老林的形象差别也太大了 现实世界里 林昭熙还躺在病床上 林昭熙当然想要早点回去 她尝试了所有方法 擦掉方程式 可是这个世界她是孤儿 也不可能有老爸给她写方程式 另一个方式就是撕掉照片 他们依然站在原地 终于他们想到如果复刻照片上的内容 会不会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于是他们为了进入张书屏的奥鼠训练 迎而努力 同时保证最后留下的人是照片上的人 其实这种设定的电视剧 很容易就能让人能够猜到主题 那就是成长 主角能够回到过去 去改变自己的过去 虽然两个世界是平行世界 但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重走的是平行世界里的自己 在这段历程中去体会爱情和友情 当然成长是最重要的 其实看到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 里面会有天才 培之就是当之无愧的数学天才 而平行世界里的林昭熙也是一个天才 雷佳音在剧中饰演林昭生 一个是现实世界略带忧郁的中年会计 另一个是平行世界里的风流浪子 前六集中 现实世界中的林昭生出现的画面不多 所以对满头长发的林昭熙印象极为深刻 不得不说雷佳音的演技还是很稳的 这样一个长发浪子 雷佳音演出来竟然毫无违和感 在平行世界 林昭熙并不认识林昭熙 可是面对一个自称是自己女儿的人 她是既亲近又陌生 虽然嘴上说着不让林昭熙叫自己爸 可是在相处过这么久 林昭熙越来越放不下这个一世界的女儿 风流浪子放弃泡妞 选择去牵挂女儿 中间的纠结感是最难演绎的 而雷佳音的处理就非常完美 嘴上说着不关心 因为这是她风流的态度 自己却偷偷到树营应聘门卫 时刻关注着这个女儿的情况 张子峰饰演女主林昭熙 张新成饰演男主佩芝 在前六集张新成就出现了几个画面 但看林昭熙的演绎 张子峰还是挺契合这个形象的 有青春感 尤其是对林昭熙性格的把握 青春 阳光 率真 前六集中 小时候的她们出场的画面反而是很足 不得不说这些小演员演的是真好 小林昭熙的扮演者不是别人正式隐秘的角落里的仆仆 现实世界中 林昭熙的性格就是有点率真 所以当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出现在小孩子身体里的时候 那种反差感油然而生 王胜迪扮演的小林昭熙 真有点小大人的意思 她不像花卷那样油嘴滑舌 所以才会做出了那些任性的事情 在小时候 林昭熙是绝对的主导 王胜迪也是将这种气质演绎得十分恰当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傅伯涵扮演的花卷了 绝对的好玩 傅伯涵虽然年纪小 但是出演的电视剧还真不在少数 花卷在现实世界中就有点搞怪的性格 回到童年更是放飞天性 傅伯涵将小花卷演得出神了 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搞怪是花卷的天性 作为未来人又是时常故作呻吟 有一种反差萌 虽然同为未来人 但是花卷更加油嘴滑舌 她会遵守小学生的规则 不敢乱跑 最后花卷成了小林昭熙的半个跟班 跟在天才裴之和林昭熙之间耀武扬威 林子叶饰演的小裴之演得也很不错 但是这个角色不用演出那种小大人的感觉 而裴之的性格又是那种少莫寡言的性格 所以冲突感没那么强烈 不过也非常不错 这群小孩子的表演真是让人惊喜 而前几期主要在演他们的故事 甚至有种让他们一直演下去的期待 天才总是少数人 可是这部剧却勾起了大家热血的心 想必大家都有过自己无所不能的想象 而这部剧通过穿越 让大家感受到了那种热血 想要回到现实世界 必然要实现照片上的事件 所以林昭熙和花卷要考进奥鼠训练营 可是现实世界中 林昭熙不学数学好多年 花卷毕业后也没碰过学习了 电视剧中没有显明一点 那就是平行世界中的林昭熙天赋 要比现实世界中高 为了促成这张照片 他们拼命地学习数学 重拾对数学的热爱 林昭熙有点天选之人的感觉 就是想做的事一定能够成功 不过这让观众看得很热血 一群天才小孩 在那里比着数学 去追求着心中的目标 尤其是进入到奥鼠训练营后 林昭熙要保证照片上的人都能走到最后 面对的困难比登天还难 奥鼠训练营有着残酷的淘汰机制 而且比现实世界中的那次训练营还要残酷 裴之自然是天才 次次都是满分 林昭熙也是 但是他要思考的东西更多 奥鼠训练营 张淑平给大家制定了残酷的淘汰机制 让学生自主组队 平均分低的就会淘汰 张淑平是天赋论的人 他的本意是让那些天赋高的人自动抱团 可是林昭熙有着自己的考量 他必须保证这些成绩靠后的人一起走到最后 一次可以通过 但是无止境的考试 让那些靠后的人失去了信心 甚至想要退赛 林昭熙不仅要帮他们提高数学成绩 还要帮他们克服心理难关 尤其是在第一次平均分出来后 那些强者的队伍再次进行了洗牌 一切成绩差的人被踢出了 最后是林昭熙吸纳了这群人 因为在他看来既然这些人依然热爱数学 自己就应该带着他们一起征战 可是这样的操作 让平均分本不高的小组再次引起了内讧 培养数学思维 感受数学快乐 这是林昭熙的意思 与张书萍简直是背道而驰 而林昭熙要带着培枝和花卷 一起对抗张书萍 在规则内走到最后 不得不说 这些小孩的故事再次让我感受到了热血 再一次看着他们成长并且成功 就如同回味过去 忘却遗憾 这 不得不得了 不得了